2022年2月7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 已經是3.9580萬5900多 增加了186萬多 死亡增加了6000多人 去到575萬8000多 今天有個好奇的事 大家現在第一版見不到美國在 所以今天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是我星期一 相信在報是星期六的數字 所以美國竟然不在頭十 今天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就是俄羅斯 增加了18萬多點確診 死亡多了661人 法國155000多的新增確診 129人死 德國314000多個 新增確診34人死 日本105800多個 126人死 今天只有四個國家 確診數目超過了10萬的 然後有荷蘭 94800多 土耳其 87900多 201人死 印度 83800多 將近900人死 意大利 77000多 229人死 巴西 巴西 63000多 420人死 英國 54000多 75人死 以色列 53000多 死亡42 現在去到第12位 終於看到美國了 美國現在增加了50700多個 死亡370多個 美國現在的總統確診數目 7801萬7千多 死亡92萬6千多 韓國是38000多個新增確診 印度尼西亞36000多個確診 57人死 伊朗35000多個確診 85人死 墨西哥也是35000多個確診 不過他有588人死 波蘭34000多個新增確診 丹麥34000多個確診 智利也是34000多個確診 智利有57人死 葡萄牙31000多個新增確診 51人死 奧地利29000多個 烏克蘭27000多個 109人死 捷克23900多個 奧大利亞23706個 45人死 這個是這裏報 我實際數字 有少少不同 因為時差問題 喬治亞19098 羅馬利亞16108 75人死 約旦15800多 斯洛伐克15500多 秘魯14190多 93人死 越南14100多 和秘魯差不多 不過死亡人數 他少一點 63人 阿根廷12600多個新增確診 100人死 希臘10980 95人死 泰國10870多 歐爾維亞10602 63人死 哥倫比亞10350多 239人死 挪威1010D 馬來西亞亦是1010D 今天有37個國家 確診數目超過了10,000 新增確診 立陶宇有8900多個 新增確診 菲律賓亦有8300多個 312人死 曼加蘭國8300多個 白俄羅斯 也是8300多個 新加坡 7700多個 巴林也是7000多點 塞爾拜疆 就是7400多 斯洛文利亞也是7400多 我們看看下面 有哪些國家 他的死亡數比較大 第48位 有加拿大 6800多個新增確診 85人死 接著有 53位克羅地利 4700多個新增確診 59人死 特利斯 3952個新增確診 67人死 巴拉圭2900多個 47人死 埃及 2301個 59人死 南非呢 咦?真的不見了南非嗎? 你似乎南非的情況過了 香港這裏 現在他佈了342個 去到15000多 今天 我知道 現在已經預計 可能是過千 希望 香港的情況 可以 有些控制 待會兒 大家 待會兒 我們 待會兒